给太师傅还有师叔师伯他们沏茶 张哲人 张哲人 殷留侠 殷留侠他疯了 他 他要杀我 什么 六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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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六弟 师傅 师傅 我要坐下 来 坐下 怎么成这个样子 弟子也没清楚 我是听了不悔的喊叫声才赶过来 李廷他是中毒了 李廷吃了什么东西吗 没有啊 他 他只喝了一杯茶 茶 你们 还有谁喝了茶 没有 清风道茶我喝了 有人在茶里下了毒 谁会酸酒呗 凉济 酒济 即可引出此人 陈长老 有信号 宋秦叔成功了 来 人说家贼难防 清书兄弟 今天能够如此顺利 你功不可没 陈长老 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留下他爹和张三丰 其他的全干掉 陈大哥 你不可以杀人 我只答应不杀你爹和张三丰 其他的我可没给你承诺 不行 清书兄弟 要成大事必须要心狠手辣 再说 你连七师叔都能杀 那其他人 陈大哥 你曾下过重视 绝不陷入此事 你怎么 我嘴快 对不起 不过这已经无所谓了 反正武当派 已经掌握在丐帮手中 嗯 接着钱志明教 天下就唾手可得了 嗯 不错 陈长老 你确定 是的 陈长老 陈大哥 发现什么事了 没有发现张三丰 我明明下了药了 不可能的 无量受复 这个人 这个人 他们就是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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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平道既然识破了你的阴谋 自会有办法防卫 平道在此奉劝丐帮的朋友们 不要做无谓的困兽之斗 请问哪一位是使帮主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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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见过张真人 武当派和丐帮一向是井水不犯河水 师帮主为何率众来算计我武当 这 丐帮为重振帮为自然先拿武当派开刀 别无他意 你是 丐帮八代长老 陈有亮 张真人 你果然是一代宗师 慧眼洞察识破我们的计划 晚辈甘拜下风 看这情形 我丐帮想全身而退 已经是不可能的 你们丐帮一个也得想离开武当 那就硬拼了 我们根本没把你们放在眼里 在我等一搏之下 你们也休想占得便宜 大队 王岸 师父 他们 贫道乃出家之人 不仁剑血浅武当山 贫道今日不计前嫌 指望贵帮主就此打住 同是武灵同道何不和平共存 对对对对对 张真人说的对 我们丐帮和武当呢应该能和平共存 师父 有道是冤家一劫不一劫 请使帮主牢记教训 我会的 走走走走啊 快快走 各位走了走了走了 秦叔 是你 是你干的好事情 爹 跪下 给你七术三叩首 给我武当列祖列宗 叩首 磕呀 爹 我没你这个儿子 你这个畜生 爹 你要杀我 你杀死了你七叔 我要当着你七叔的面 给他讨个公道 我没杀七叔 是陈有亮 就算是陈有亮 那么好 你跟我说 你七叔的死 是不是跟你有关系 我 我 你七叔虽然个性暴躁 但他绝不会是个不明是非的人 一定是你做出了不法之事 他才会有门户有变 急需亲密的警惧 我承认 我承认是我做出了有被门风的事 但我也是被陈有亮设计的 并非出自我本意啊 七叔丧命 虽不是我所为 但我也日夜自责啊 那下药的事呢 也是被陈有亮要挟逼迫的 从小我就对你二人提面命 大丈夫头可断血可流 绝不能屈服于微魄力有而为非作歹 可是止入 他用止入的真结来 爹 为了个女人 你不惜出卖良性 陷害杖上 更该死 害儿知错了 好 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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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孩儿从小到大 没有犯过错 就这么一次 您就不能原諒孩儿吗 不行 就一次 你就犯下了滔天大罪呀 宁师一定要杀了孩儿了 听说 你唯有一死 才能对得起你七叔 对得起无无当的 列祖列宗 太儿因良心自救 要下了清了一些 还好没有酿成大祸 现在说什么 也是与世无补了 爹 反正我活着 也是生不如死 今天如果能死在 我亲爹的手上 也无憾了 好 这才是难猜 清叔 你放心 你爹 会一块儿陪着你 到黄泉路上 为你七叔 磕头谢罪 远瞧 师父 师父 我 弟子剩下这等忤逆儿子 差点害了武当 弟子快不对恩师 师父 你就让我亲手宰了这个宠舍吧 你们父子的对话 我都已经听到了 亲叔最不足死 罪魁祸首乃丐帮的陈有亮 师父 弟子剩下这等忤逆儿子 弟子为由 大师兄 师父已经说了 你就别坚持了 大师兄 我说句公道话 亲叔纵然有过 也只是逐出失门之罪呀 就此决定了 宋亲叔 从今日起 你非武当弟子 今后你不可以 以武当派自居 行走江湖 应本着行侠仗义 造福相礼 若有违反道义 绝不宽怠 请书给太师父 爹爹 三叔六叔磕头 请保重 爹 请保重 京叔兄弟 致义有量 你花眼求雨 逼迫欲火 你害得我好苦 青叔兄弟 你听我说 我不听 我败坏武当派农风 死在墨奇叔手下 也就一了百了 谁叫你出手相助了 我中了你的诡计 你这身败名利 难以自拔 龙抓手 你用的是龙抓手 没告诉你 我是少林弟子 青叔兄弟 连少林派都可以投靠丐帮 何况是武当呢 我被太师父逐出了武当派 我已经不是武当的人了 那就更好 你就没有包袱 可以放手大战宏图 你说什么 说句实话 像峨眉派弟子周芷若那样 貌若天仙的 世上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二个 难道 你就这么甘心拱手 让给张无忌那小子 再说 事情已经做了 干脆 一不做二不休 马入夹道 还能回头吗 青叔兄弟 我可是念在我们兄弟情分上 专程在山下等你的 好了 气也发了 就抛开过去 咱们兄弟 共同创造美好的前景 来了 先去见见芷若姑娘 那天 我点了你的学道 放走无忌哥哥 你不会再怪我吧 怎么会呢 那 自天津回来以后 一直板着个脸不理我 你呀 是要我跟你说声对不起 才高兴啊 我 离婷 你们都错怪无忌了 应该下山 跟他解释清楚 免得无忌 是 因耿怀而影响他行事偏颇 是 是 对不起 对不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